妻子之意更换手机号码 很神秘嘛 丈夫苦恼心中尽是一律 完全都不能相信的 那时候媳妇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 她老公来报案的时候 她是极力阻止的 号码转变运气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神奇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数字隐含能量 测一下这个手机的能量 这个摇得太厉害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大师课堂玄机很多 还有气质 专重的中年女士 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活 却连个小丫鬟的钱都没拿到 有没有 大师的玄机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今秋时节 重庆的天气已经渐渐凉爽 这天下午 一名中年男子 急匆匆地来到了华新街派出所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 想让我们马上给他把事给处理了 报警的男子姓马来自四川卢州 他告诉警察 自己之所以来重庆报警 是因为妻子在这里被骗了 马先生说几个月前 他的妻子突然提出 要给他换一个手机号码 这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号码呢 当时我都肯定会怀疑 我都怀疑他是在外头打牌输了钱 为了多债吗 还是住了那只对不起我的事情吗 然后我都起疑了 但妻子坚持让他换号 并说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马先生很不情愿 不过妻子反复劝说 最终他还是用上了新的手机号码 我平常理解的那种电话号码 无非都是三个六三个八 或者是更多的嘛 都是一种连卡 或者是一些吉利的数字 所以他给我换的那种电话号码 完全都没得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发现妻子变本加厉了 要把全家人的手机号码都换掉 发现我老婆也换了 我的子女也换了 都觉得一个正常的人 他不可能住宿了 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都觉得这个肯定有问题 马先生觉得事情反常 反复逼问之下 妻子道出实情 原来每一个手机号码 都是他花重金 从重庆的一位大师那里算来的 马先生又气又急 他立刻开车 带着妻子来到重庆 可当时妻子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当时新女士没有觉得自己会骗 而且他老公来报案的时候 他是吉利阻止的 他其实已经在洗脑了 他完全是已经行进去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马先生的妻子 新女士说 自己是经朋友介绍 从卢州来到重庆 在一家名为金飞扬的心理咨询公司 购买的电话号码 这电话号码是大师为他量身定制的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大师骗了 那么金飞扬心理咨询公司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仙女士遇到的那位大师又是谁呢 仙女士说 他在金飞扬公司 除了购买手机号码 还买了很多能够帮他转运的产品 一共买了四个电话号码 然后一个金字塔 水晶的金字塔 还有一块手表 一共就这样这几个东西 然后就六万多块钱 接到报案后 警察立刻联系到了 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 李华来到了派出所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气质 很专重的中年女士 整个人一直很得体 说话也比较大方 李华就是仙女士口中的那位大师 李华来了以后当时态度很好 听完那个马先生的那个要求以后 他立即答应 答应那个 答应就退 就是退掉所有的六万块钱 马先生说 此前他也去过金飞扬公司 要求退款 但当时李华拒绝退款 态度强硬 可到了派出所 李华竟然立刻退还了全部钱款 这样的态度转变 让马先生和警察都始料未及 因为我从今这么多年 对于那个就是纠纷调节了很多 然后这么痛快 几万块钱 这么痛快的退款 这第一次遇到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然后加上他那个案情 对于那个仙女士消费的东西 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东西 都是买一些什么电话号码呀 然后买一些所谓的能量产品 从我对科学的认识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也不科学 我就始终觉得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李华退了钱就离开了 仙女士和丈夫也回到了卢州 这场消费纠纷的调节告一段落 但参与案件调节的警察 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 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纠纷 我们私底下就在想 这个东西应该是个违法行为 但是具体违法 回到哪一点 我们也说不准 如果他这个构成犯罪 那我们应该是从哪个地方来入手 第二天 侦察员就驱车 从重庆赶到了四川卢州 再次找到了仙女士 仙女士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东西 就是经常金飞扬公司 有上百人就对那个数字能量的东西 就是封建密信的东西进行一些宣扬 视频里正在给学员上课的 就是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 据仙女士讲 每一次李华的课堂上都有数百名的学员 拿的一只号码是18723的磁场 就是这只号码 各位学过数字的都知道 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活 却连个小丫头的钱都没拿到 有没有 结果我打开命盘一看 这是在课堂上 李华给学员做的一个实验 目的是为了说明 不同数字组合在一起 会产生不同的能量 两个橘子上面写上数字 做了一个实验 那这个橘子呢写着314 这个橘子写着218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写着314的橘子 还下面是绿绿的 而且还非常有光泽度 还很饱满 这是314的橘子 那看看218的橘子 这里就坏了 已经扁扁的了 干的感觉 而且这里的话已经黑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橘子掰开 我们尝尝它里面的味道 不一样的 看看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尝了 这个没办法尝坏了 你看你这个橘子已经坏掉了 看看这边这个 看看 这个橘子你看 相对来说 相对来好一些 好很多 一共到两个月了 太神奇了 它是有一个叫 数字能量的一个学术 它每一个数字 蕴含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可以 主宰婚姻 有些可以主宰事业 然后这些数字 排列如何 可以达到改变 人的那个命运 有这样的一套 所谓的理论 做铺垫 李华宣称 它可以为学员们 量身定制 一个能够转运的 手机号码 在课堂上 还会有 已经用上了 新号码的学员 显身说法 自从改了这个号码以后 告诉大家一个 非常稀奇古怪的事 因为在那段时间 我在卖这个房子 这房子一直都卖不出去 因为我还有一只号码 是1898277 是不是小人 带着很多 我后来我才听 那个中建的告诉我 他说你这个房子 很多人都来看 但是看了以后 他们都放弃了 后来就一直没有成交 那后来呢 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发生了 就是我把这个 原来的这个号码 卸掉了 因为当时我已经 换上了这个新的号码 把这个旧的号码 卸掉了以后 上午去卸掉了 下午我的房子就卖掉了 那可能是一个偶然的 但是的确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的这个能量 的确来的 非常的强烈 仙女士告诉警察 在大师李华的口中 每一个数字 都是有能量 有磁场的 如果用了不适合 自己的手机号码 就会诸事不顺 而通过换一个手机号码 可以改变命运 那么一个看似 寻常的手机号码 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吗 李华高价卖出的 那些手机号码 又真的是他算出来的吗 仙女士说 当初在跟李华 见完面一周之后 李华告诉他 新的号码 已经定制好了 让他去移动公司的 营业厅领取 在这个情况下 他要收取 一万四的那个手续费 在移动公司的营业厅 侦察员了解到 仙女士花了 一万四千元 购买的电话号码 其实是免费的 这号码 早就在公司的官网上放着 谁都可以 办理领取的手续 李某他是对外宣扬的话 他就像一个就是大师那种 给受害人的感觉就是 这些号码是他那个 他自己弄出来的 但这些号实际上 本来就是存在的 对 这些号都是挂在网上的 谁都可以买 公司调好的实际上 是的 除了手机号码 李华还向他的学员们 售卖各种能量产品 价格同样不菲 就是水晶类东西 现在国家把控越来越少 成本越来越高 如果你之前有把这金子 海岸165盘请回家 你依然还在用着 它还没坏掉 那我恭喜你 你家发财了 真的 因为这个将来可能 就是世面上见了 都越来越少 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 把这个落实下来 时间再拖得更久 有可能涉及到的人数会更多 仙女士说 如果警察想了解更多 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高晴的人 这个高晴是金飞扬公司 在卢州的负责人 当初正是高晴 介绍了仙女士认识李华 我们就当天就在卢州 把那个介绍仙女士 去消费的高母找到 侦察员把高晴 从卢州带回重庆 起初面对警察 高晴的态度十分抗拒 具体表现就是他一直在那个 一直打坐 坐着 然后嘴里面不知道在练什么 就这样坐了一晚上 然后直到第二天 他情绪才有一些放松 才愿意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我一开始的感觉 就是觉得很神秘嘛 然后再加上我表姐他们 又在那里说他有多厉害 怎么厉害 怎么对你喜欢他 说见了这个大师 通过电话号码让人又 就是说你在方方面面都会 变得更好 高晴说他认识的李华 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自己介绍仙女士 去金飞扬公司学习 完全是出于好心 就聊天一样我也没有说 故意去引导他来消费 其实当死来了以后 他也很冲动的就消费了以后 我还问他 我说你怎么消费那么多 他说我没管那么多 他就这样子讲的 可实际上在高晴的手机里 警察看到他与李华 长期保持着金钱往来 高晴每推荐一个人 在李华那里消费都会获得提成 高某通过介绍仙女士 去金飞扬公司消费 得到了上万元的提成 在高晴的手机里 警方还发现了 更多金飞扬公司上课的视频 来宝贝测一下这个手机 测一下这个手机的能量 如果它是负面能量 你就逆时针转 如果它是正面能量 你就顺时针转 看刚才它是不是想正着钻了的 对 现在呢 看到没有 哎呦 这个摇得太厉害了 你看看 哎呦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让侦察员感到震惊的是 高晴手机的社交软件里 竟还保存着十多个 金飞扬公司的代理群 每个群的人数 都在300到500人之间 技术里面显示 金飞扬公司 长期在从事封建迷信的活动 而且受害人众多 最后确定 这是一个 以封建迷信的方式 诈骗的一个案件 大龄女子 重金求偶 一番操作 能否如愿 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 她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就觉得也是一个噩梦 心里面特别发出 揭开大师神秘面纱 他为何能看见人的内心 可以在罗华日 成绩好啊 学习啊 都在这些 那到底光不光 我也不晓得 感觉是在做一些 看不见光的东西 大师的玄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第二天 警察来到了金飞扬公司 现场取证 当时 李华正在贵州讲课 公司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在搜查中 警方发现了很多 金飞扬公司在售的 所谓能量产品 没有 有什么用的 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文通它说的 你们当时给没有宣传的时候 所以在这儿 华日成绩好啊 学习啊 这些 这是文通啥的 那到底光不光 我也不晓得了 嗯 这还写了一种 金子大清卫下 把手洗干净 用干毛巾 擦干净 金子大去练剂 用他喜欢的地方 用心感受金子大来的能量 有两层门面 一层门面在地上 一层门面在地下 感觉是在做一些 看不见光的东西 还有一些 宣传分件明信的一些材料 我们当时 内心就基本上确定 这一家 肯定不是一个正规的 运营的公司 在公司被扣押的电脑里 侦察员看到了 金飞扬公司 售出的电话号码清单 仅从2015年 到2019年4年间 李华就卖出了 1486个电话号码 15年开始 好像最早的是 买4600 4600一个电话号码 到最后19年 我们就是查封他的时候 他电话号码 已经涨到了14900一个 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从最开始 重庆成都 到后来的 全国各地都有 甚至世界各地吧 警方估算 李华单市 售卖电话号码的收益 就高达1000多万元 为了获得更多收益 李华还同时 向客户销售 各种所谓的能量产品 客户之所以愿意购买 是因为李华告诉他们 新的手机号码 要搭配能量产品 一起使用 才会有作用 这是两个金字塔 金字塔据给受害人的描述 金字塔具有积蓄能量的功效 只要把金字塔放在家里面 就可以把积蓄正能量 然后把负能量排开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见 它有一个塔 这东西据李华说的 这叫文昌塔 一般如果对小孩 想小孩成绩好 然后听话这些 就会求一个 到他那儿求一个文昌塔 一个的价格 那儿会卖到6800一个 6800一个 这是什么材质的 其实就是玻璃材质的 对就是玻璃的 它这个竞价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 购买价格极其低廉 这个东西就是水晶吊坠 据受害人说 这东西需要带在胸前 带在胸前的话 就随时随地的 可以把那个能量 能量积蓄起来 会卖4300一个 4300一个 这个在金费阳公司的话 它称这个为165牌 它就是一个一个无教心 然后欠了几个 塑料的那个 好 这是一个半卦图 对 但是对它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可以转运 带着可以转运 反正也是它在网上买的 网上买的 但是卖出来的话 好像是要3100一个 这个手表的话 手表也是他们那儿的产品 据它说这手表 随时随地带在手上 可以积蓄能量 可以就是对它的那个 电话数字号码 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这个是什么价格 手表的话 8600一支 这是比如它诈骗构成 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对 因为它对这些东西 虚构了一些 不应该有的一些功效 然后赋予了它 不应有的价值 诱导消费在进行消费 为了调查取证 警方按照金飞扬 销售清单上的联系方式 逐一跟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愿意跟我们沟通的那些受害人 里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确实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但是即使这样 他们也没有想过说去报警 对 我们当时也很诧异 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 大部分人 因为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 他花了这么多钱 他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也有一些受害人 当时觉得被骗了 被骗了以后 有一种投入无门的感觉 就相当于就认栽了 李华行骗五年 受害者上千人 最终却只有仙女士的丈夫 马先生报了警 也由此揭开了 这场骗局的冰山一角 杨丽是警方找到的 其中一名被害人 他今年35岁 五年前 她的生活曾和金飞扬公司 产生过交集 现在回忆起来 杨丽说 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就觉得也是一个噩梦 心里面特别发出 怎么当时怎么这么傻 怎么会去接触这些 会有这样的感觉 五年前 杨丽通过朋友圈里的一条广告 知道了金飞扬公司 她那个广告诱人吗 当时 看着诱人 就是你通过那个 可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 就是这样的感觉 通过改个电话号码 对 那会儿是觉得 哪里不太顺 想求助于她 婚姻吧 因为都三十岁了 当时已经三十岁的杨丽 还没有找到男朋友 压力很大 初见李华 她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但随后 李华只是看了看 她的电话号码 和生辰八字 就准确地说出了 她心中所念 你没有跟她说 当时没有男朋友是吧 没有 那她是怎么知道的 你觉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 反正就当时一说之后 我就懵了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还神奇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 你都跟她提供什么信息了 她大概猜疑什么的 就当时就一个电话号码 问了一下 简单的一个咨询了一下 就是这样的 之后李华告诉杨丽 她要想改变现状 就必须换个手机号码 就是说到时候 会给你定制一个属于你的 完了你去取就行了 然后当时你以为 这个号是还给你定制的 并不知道这个号 实际上怪的网上 谁都能买得到 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 就根据我的情况来 给你匹配的 还以为是定制的 就是这样的 杨丽说 当时李华收取了 她8600元的号码定制费 还要求她买一个能量产品 搭配来使用 当时一个手链 她说你生命当中缺什么数字 又带了一个手链 她说也起了一个 辅助的一个效果 又买了一个手链 手链还花了 好像是3000多吧 此外 李华还推荐杨丽 保民参加了她的培训课 课程分为三个阶段 学费共计三万多元 杨丽也欣然接受了 那你在那会儿 为什么就愿意花这些钱呢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一个在迷茫期间 完了之后 她也抓住你的一个心理吧 也跟你说了 这好像就顺着她 就她好像就牵着你 笔子走一样 就顺着她走 还你做什么你就去 就这样 跟着李华上了一年的课 杨丽依然没有如愿找到男朋友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意识到 花出去的五万多元 应该是打水漂了 而后来 因为新号码的资费很高 她又用回了自己 之前的手机号码 恰恰是在这之后不久 她反而找到了 中意的结婚对象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像回想起来 也是那种 就像着魔一样被忽悠了嘛 完了她可能也抓住 你的一个需求 就是这样的 完了就抓住你需求 顺着跟你说 越说的话 你就觉得越对 越说的话 你就越听进去了 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 杨丽说 当初之所以相信李华 是因为初次见面 李华就说出了 自己心里的诉求 这让她觉得 李华确实是个大师 那么李华是如何 准确地击中痛点 让人对她深信不疑的呢 难道她真的有超出 常人的某种能力吗 一般女孩子 大概就有两方面的诉求 最多 第一婚姻情感 第二个就是 她的金钱和收入 然后她当时就是表示 想自己要一份好的姻缘 那肯定就是大量生女单身 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来的 如今身在看守所里的 李华坦言 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大师 像杨丽这样的被害人 之所以心甘情愿地 在她这里消费 跟他们自己的心态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对方能上当受骗的 第一点是因为 他们太轻易相信人 第二个就是 本身自己有一些需求 因为当下人 无非也就是需求婚姻 财运或者健康这些 然后他们都有这些诉求 想透过一些便捷的方式 快速达成 这个是最重要的 让侦察员感到吃惊的是 李华其实只有小学学历 他做过理发店的学徒 开过饭店 后来接触到了培训行业 就渐渐地发现 帮人算命改运 是个赚大钱的行当 你给别人说的那一套东西 有没有科学依据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这些东西 它有没有所谓的那些特殊的法律吗 没有 你为了什么呢 其实为了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一些产品 还有呢 就可以多赚一些利润了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房宝国 您好 房教授 你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也会看到算命 起名字 看风水 等等这些公司 或者顶着大师名号的个人 那么我们怎样来界定 哪些行为是合法的 哪些行为可能就像 这个犯罪嫌人李华一样 涉嫌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了 迷信和科学不一样 科学它是对特观规律的 发现总结和运用 这个迷信主要靠的是一种运气和巧 当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 常去求神问卦 算命 包括版案中 当神采取更换电话号码等方式 以求解脱 它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 一种反科学的愚昧行为 在法律上 这个诈骗 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偶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 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知 被害人遭受损失 在版案中 李某采取更换手机号码 高价 出售物品等迷信的方式 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骗取了大量财物 它是一种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 目前 李华因涉嫌诈骗罪 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通过今天这个案子 我们想跟大家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 爱情源于忠诚 家庭在于经营事业 出自努力 当有人告诉你 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使 要当心 那肯定是个陷阱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